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我们把上一次讲的内容简要的回顾一下 那么上一次课呢我们介绍了围风方程 围风方程的一些概念 那么主要是什么叫做围风方程 那么围风方程的解 通解 特解 初始条件 这样一些概念 而我们重点介绍的是一阶围风方程 而一阶围风方程我们已经介绍了 三种形式 这三种形式呢第一种就叫做可分离变量 注意 对于第一种可分离变量 我们掌握以方法为主 而简单的形式就叫做把XY分开 分别结分 所以围风方程的极大程度在这种形式当中 我们依赖于不定结分 第二一个 第二种呢叫其次方程 而其次方程我们主要是用变量代换 变量代换 所以第二一个也掌握方法为主 也是掌握方法为主 但是我们结合的是一个变量代换 结合的一个内容叫做变量代换 变量代换 那么这样的变量代换呢 通过变量代换把其次方程可以化为第一种 化为第一种 化为第一种形式 化为第一种 可分离变量 可分离变量 那么第三种 第三种呢我们介绍了叫做一阶线性 那么按我课上来介绍 对于一阶线性的为方程 我建议大家掌握的是 要记得是通解公社 因为如果计通解公社 对我们解题更为快解方便 那么如果不计公社也可以的 每次等于把公社推导一下 我们这样讲 我认为因为一阶线性 还是以计公社为主 因为我们计公社不是靠被公社 应该叫用公社 也就是说如果你解五个类似的题目 我相信你基本上能够记住了 如果记不住做十个 我们的作业如果做到三十个到五十个 我想这公社不记也记住了 能不能理解这一次了 相对困难一点的 这个公社机构我们在课上提起了 就是什么 这个通解公社 在这里就是 Y等于E的负PX的积分 然后是QX乘以E的PX积分的积分 再加C 所以相对困难 但是呢我建议两点 在积分公社中 第一 这个有一个符号 容易记忆上发生误区 正的负的 那么这里怎么处理呢 我建议的就是你把Q看成是零 也就是说Q看成是零的时候 它就是我们刚才的 其次的形式 那么这样得到的是一个负的P 这个这样一个C的形式 然后Q不取零的时候呢 这个正好是它的符号的相反 所以这个是负的 那么里边是个正的 那么应用一阶线性维护方程 的通解公社 记住的是我这里写的注意 必须第一 标准化 标准化 必须是标准形式才能应用 第二个 一个C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在通解公社当中 出现了三次 三个不定积分 而一般我们的习惯 在不定积分当中 都要求是加个C 这是对的 只是在维峰方程中 它的通解 因为一阶维峰方程通解 只含一个任意参数 已经没有必要再加息了 而具体解力机构 以后我们在线性维峰方程当中 我们还会介绍 更一般的线性维峰方程 这是一阶 它的解力机构的时候就知道 这里 如果这里再加C 或者这个加C 这个加C 你就会发现实际上真正 独立的任意常数只有一个 能理解这意思吗 因为我们在通解的时候 我们介绍 一阶维峰方程 还有一个任意常数 所以我们这样强调这样一个形式 那么除了这样的三种基本机构以外 那么也就是说一阶维峰方程 我们到目前为止介绍了三种类型 但是我们强调的两种变化 两种变化 所以 那么哪两种变化呢 第一个实际上就是说 变化一 简单的描述就叫做 考虑 第一X比第一Y 也就是说当这个X Y的位置关系 我们习惯上是把X看成质变量 Y看成因变量 但是我们在解维峰方程的时候 如果这样发生困难 我们可以考虑 可以把Y看成质变量 X看成因变量 这就是第一种变化 而变化二呢 这个 我们实际上是一个 维峰方程当中的难点 相对的难点 那么这里是变量代换 那么我们在基本形中 我们在第二类的时候 已经引入了一个 对其次方程用一个变量代换 那么其他形式的变量代换呢 我们应该这样讲 我们对此的要求 不是那么高 主要要求的是 适当的变量代换 当然另一句话 我们作为大纲要求 可能只要求简单的变量代换 那么这个简单呢 我这样理解 我们对同学来讲 能想到的都叫简单的 想不到的 就不能轻易讲简单的 但是我认为 适当的解释是什么呢 在一 二 至多三次尝试 可以解决问题 能理解这些什么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微风方程 不是可分离变量 也不是其次方程 也不是一切现象 我希望你到目前为止 第二个问题就是考虑 紧接着考虑两种变化 第一个 我把DXDY颠倒一下 是不是我们前面讲的形式 注意可分离变量 颠倒不颠倒是一样的 其次方程颠倒不颠倒呢 我们对具体题目来讲 我们举过例子 如果颠倒有时会比 女儿来的形式更简单一点 能不能理解这意思了 但是对于一阶线性来讲 可能本质上的区别 也就是说我们上次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这样的一个微风方程 从以2.11来讲 我上次是讲这个地方讲过的是吧 我是讲到这里对吧 对于2.11来讲 我们看到它不是可分离变量 也不是其次方程 直接的形式也不是一切现象 也不是一切现象 那么这时候就是要记住 当我们三种都不是的时候 怎么处理呢 颠倒一下 颠倒一下 这就是所谓的第一种变化 dx比dy 而一旦dx比dy 写成这样的形式 我们此时 质变量是y 因变量是x 所以我标准化以后 这就变成一阶线性 所以我们强调的是 到目前为止讲的三种类型 那么两种变化就这一次 而变量待患适当的呢 我们在后面还会再举例子 还会再举例子 那么这就是我们一阶线性的一个重点形式 当然我们在这里注意 我们就来看这个题目 dy比dx等于负的y分之三 x等于负的二分之y 套公式 为了应用公式方便 我呢建议你先把这个所谓px dx的积分写出来 现在来讲这是Py 所以Py的积分 负的y分之三 负的y分之三 本身P是负的 积分负的三倍老Y 不要加C了 按我们标准的不定积分 这里是不是应该都加C的 能不能理解这里是了 我在这里我们都不考虑加C了 那么公式x 左端是x e的负的py Qy e的py 这就是我们现在给的套公式 按我们课程要求 注意以后即使是我们练习 甚至于考试 我都简单的这样描述 直接写公式 不够的 不够的 但是只需要把这个相应的PQ往里面带进去 我们就这么说 带进去以后 以理论上讲就完成了一半以上了 因为这个维分方程就解决了 能理解的意思吗 带入公式是关键 剩下的是不定积分的相关内容 e的三倍的log Y 就是Y三次方 这里我跳了一步 这个是Y三次方 负三次方 所以是负二倍的Y的 三次方分之Y 那就是负二倍的Y平方分之一 那么Y平方分之一的积分 负的Y分之一 所以我直接写出这样的结果 注意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来讲 维封方程计算的重点 计算的重点我们可以看到 重点在不定积分 所以维封方程计算的重点是不定积分 但是我再次强调 那么我们作为类型上 我们是主要要掌握的 这就是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再衔接一下 那么注意下面我们来看 2.12 所以一阶线性维封方程来讲 再一次说明我们以套公式为主 而这个2.12来讲呢 我这里故意用这样的文字来说明 我们实际上是借着这个题目说明 我们以前强调过 遇到变上线函数 应该怎么样 求导 实际上这个变上线函数 在我们现阶段来讲 这个形式来讲 叫做积分方程 所以我说这是积分方程 还有积分的一个关系 然后由于是变上线 那么我们求导 而一旦求导 它就可以变成维封方程 这就维封方程 实际上这个题目 结合了两大应用 也就是说在整个高等数学内容 尤其是一元尾积分当中 主要的应用方式是 综合应用题型有两大类 一类就叫做变上线函数 所谓变上线函数 实际上讲是什么 因为它第一是一个积分形式 第二是一个函数 那么第二大综合应用 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一节 这一章就叫做维封方程 而维封方程是什么 凡是与导数相关的内容 相关的姿势 都可以构成维封方程 所以与导数相关内容 那么我们整个维尾积分的内容 很多很多 当然另一部分内容 就是我们类似于这个题目当中提起 即使与积分相关 只要涉及到变上线 也可以划为维封方程 所以这样的话 维封方程是个最大的应用 夸张一点讲 维封方程第一是不难的 维封方程没有难点 第二句话 难的也都在维封方程 好像有点矛盾 不矛盾 实际上是什么 难在哪里 如何建立起正确的维封方程 而真正的维封方程 我们求解 有程序化 按我墙面讲 是拿一个手出来就行了 到目前为止 第一种可分离变量 第二种其次 第三种一阶线性 如果都不是考虑第一种变化 DXPDI 第二种现在不深落 但是在后面要讲的 如果DXPDI冷难不行 是什么 适当的变量再换 能理解吗 那么如果适当变量再不行 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解的维封方程 只能在这个范围里边 这也就是我要求大家 掌握这样的内容 好 那么注意这个题目来讲 我们求导以后是得到什么 求导 左端F的导数 那就是F导数 边上线求导FX RX 注意标准化 我这里都写成标准化 那么这个形式 就是一阶线性 在这里这种F一撇 当然我们可能更多情况下 直接写成什么 Y一撇 能理解这一次吗 无所谓 减Y等于2倍的1RX Y减Y等于2倍的1RX 那么PX是多少呢 负1 QX是多少 2倍的1RX 我们套公式 所以我故意 直接这样写 FX就是Y形式 等于E的负的 这里是P 虽然这个是符号 我能够这样写 这个Q2倍的1RX 然后E 接分 这里边是P 是负于DX 好 这个接分没有困难 负负的 这个E E的接分就是X 所以叫EX 而这里E的负X E2X 乘接是EX的接分 就是RX 而这个题目 居然是综合题 我在这里又强调一个注意 综合题或者应用题 经常会有一个新的内容 就叫做隐含条件 在刚才的诗子当中 我们再退回去看一下 表面上看 没有初始条件的概念 注意 隐含初始条件 因为F0等于几 0到0的接分等于0 E的0等于几 E 这就叫做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隐含初始条件 F0等于E 而F0等于E 那么我们带到这里面去 X等于0的是Y等于E 我们C可以出来 所以最终得到的是 特解 所以这里最后得到的是特解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阶微分方程形式 一阶线性 那么是这个综合形式 综合形式 下面呢 我们介绍第四种形式 我 应该 是不是2.5还是2.4 我不管它 应该是 一阶微分方程当中的第四种形式 本努力方程 或者 我们音音来讲 什么本努力方程也好 贝努力方程也好 这无所谓 什么贝努力方程 一会是 只是个音音而已 那么这个方程 是什么呢 是我们现在所说明的 第四种类型 而我把它称为第四种 因为为什么我把它称为第四种呢 理论上讲 它仍然是 前三种之一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它是一种 可化为一阶线性的形式 可化为一阶线性的形式 注意 它的标准形式 Y1'加PXY 等于QX Y的Lambda次方 注意 我故意写的Lambda次方 那么这个Lambda 注意 它不等于0 因为实际上是什么 因为Lambda如果等于0 它就是什么 就是一阶线性 能不能理解这一次了 它也不等于1 因为等于1的话 更加是一阶线性了 并且是其次线性 能不能理解这一次了 所以Lambda等于0 1没有意义了 直接就可以 我们是一阶线性的形式 所以Lambda不等于0 1 那么它的处理方法呢 按我的讲法 这个我们以掌握 第四个类型来讲 是掌握方法公司 都希望掌握 注意 也就是说掌握方法 或者叫公司 为什么这两个都要求呢 因为我们处理方法 它是把YLambda除下来 这个是Y的负Lambda 乘Y一辟 加PXY1-Lambda 这里是QX QX QX 谁等于Y的1-Lambda的话 我们恰好可以这样讲 谁的1-Lambda 1-Lambda Y的-Lambda 注意啊 我是在对X求导 能不能理解这一次了 所以还得成什么 Y一辟 对X求导 对X求导 那么这样一个形式呢 我们看到 这一部分 实际上 就是XP 只不过多了一项什么 一简栏达而已 所以我在整个 这个如果记作为新色 整个这个方程 两边乘以一简栏达的话 乘以一简栏达的话 第一项它恰好为什么 就叫做XP 你能理解这一次吗 第一项是谁一片 那么注意 1-Lambda PXZ 等于1-Lambda QX 这里Y 右端的Y Lambda没有了 而一旦到了这里 它就变成什么 一阶线性 所以对于 本路立方程 注意它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可化为 一阶线性的类型 那么我故意把它称为 第四种的原因就是 我只需要这样四种 能理解这一次吗 那么以后 我再次强调 顺序一定的 我们在求解 维封方程的时候 前方记住 一定是这个顺序 因为这个顺序是最 从简单到复杂的 一个常规顺序 我仍然拿一个手出来 我这样讲 仍然是一个左手形式 可风里边 其次方程 一阶线性 本路里方程 如果都不行 第一种变化叫什么 颠倒一下 什么DX比DY 第二个是什么 那就是 第五个都出来了 最后捏个拳头 就是变量带化 所以变量带化呢 我们再次说明 变量带化 不做很高要求 能理解这意思吗 所以我们经常有一句话 叫适当的 我刚才参量了 适当的变量带化 理论上讲是通过 一 二 三 最多 尝试 一二三次 以内可以解决的问题 我认为 这样的变量带化 都在适当的 这个三个字的范围里边 能理解这意思吗 所以 不会很困难 这要被维封方程 好 下面我们简单来 具体来看一些例题 那么第一个 这个2.13 求解Y乘DX 减去了X括号 X平方 logYDY 注意 这个维封方程 我是跳了一步 直接写出来了 实际上 我们这样强调 因为对于这个 维封方程来讲 我们如果 把DX除过来 这个除过去 我们按照顺序来判定 如果我在这里 多写一步 因为常规的处理方法 仍然我认为 不要忘了 就是DY比DX 这是一个常规 如果说 DY比DX 那么应该等于多少呢 这是Y 对吧 这是Y 下面是X JX平方logY 那么一旦写成这样 你会发现 不是可分离变量 显然不可分离 第二 不是其次方程 第三 不是一阶线性 第四 不是变动力方程 那么按照我前面强调的一行事 我们如果这都不是 四种类型都不是的话 怎么办呢 考虑第一种变化 编导一下 而一编导 DX比DY的话 注意 Y分之X减X平方logY 事实注意了 移过去 移过去 DX比DY标准化 减Y分之X等于负的X平方 我这个X平方放在 挪在后面 无所谓 也就是说我们这上面 直接写成这样 而这个形式就是什么呢 此时注意 它就是标准的了 它就是本路里方程 本路里方程 而本路里方程来讲 注意 这个λ是什么 λ是2 能不能理解这些了 我希望以后记住 对于我们再回来 再看一遍 本路里方程 我希望你们强调的一个内容 记忆也是为了记忆简单 记忆简单是在哪里 本路里方程里面呢 我们关键一个内容 叫做1-λ 而你把这个λ找到 一解λ就可以出来了 因为一解λ实际上有三个地方要运用 第一 谁等于Y的一解λ磁方 第二 这个标准形式当中 这里要PX前面乘一个一解λ QX前面是不是也乘一个一解λ 或许我们会想到这里怎么少掉一个一解λ 不是的 因为这里如果有一解λ就全部约掉了 是没有意义了 所以三个地方有一解λ 这个Y的一解λ的次方 在C 这个 那么这样的话呢 所以我们一解λ等于负1 C等于此时 我再次说 我们是结合一个变化 DX比DY 所以叫X不是Y 负1次方 那么这个X一撇就直接写了 我说的是公式方法都可以结合使用 所以负1的地方 原来是负1 乘以负1变正的了 能不能理解了 这就是负1 是不是一解λ的 一解λ的 Y分之11 这个负的再乘负1 负1变正的了 Y分之1Y 注意这就叫一接线性 所以我在前面介绍 一接线性维分方程 你通解公式不需要记 因为你不记 就每次就意味着什么样 都要用一遍 因为一接维分方程 我们再次强调 因为 所有一接维分方程中 我应该这么讲 最重要的 运用最广泛 最多的 就叫一接维分方程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注意 而下面套公式 负的P P是Y分之1的Y 这是Q E的P的接分 而logY E的负logY 我这里也跳一步了 E的负logY 就是什么 就是Y分之1 是不是这样的形式 而这个E的logY 那就是Y Y和Y 一定要一个logY 注意啊 我这里就直接审论了 理论上讲 这个接分还得怎么样 分布一次啊 因为一般 一般我这样讲 一般这个不作为公式 能理解这意思吗 一般来讲不作为公式 但是我们方法 必须要掌握的 它是一个什么呢 分布接分 结 换换位置 X乘X分之1 实际上 是不是就这个 那么我们 因为这个 我们在微分方程中 这任意常数不需要加 所以我们写成这样的形式 这就是我们现在给的 最后的通解 谁记住 要带回原变量 X的负义次方 那么我再次说明 我们在这个 微分方程的通解形式 结构当中 我再次说一点说明 不要求写成 Y等于多少 能不能理解了 你写成X等于多少 也可以 甚至于像我们现在的题目 只是写成X分之1等于多少 能不能理解这意思吗 X分之1等于多少 也可以啊 这就是我们现在这样讲 好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例子 求解 微分方程 X一Y 减Y1等于2 接着这个题目 我要说明的是什么 因为拿来这样的形式 我相信你也可以怎么样呢 我们有两种处理方法 我在这里先说明一下 一种 我比如说 我写成 EY减Y1等于X分之2 能理解这意思吗 那这无所谓 所以我们 微分方程来讲 但毫无疑问 是要尝试 去看看它到底是什么类型 能不能理解这意思啊 那么我如果写成这样 注意 YP等于EY 移过来 减X分之2的话 如果我写成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所有的 而 逐一来 把左手 我说拿出来 逐一来检查 第一 是不是可分离变量 表面上 注意啊 可分离变量的概念 再一次强调 它好像是能分离的 注意啊 不对的啊 因为可分离变量是纯 这不是加减啊 能不能理解这意思了 加减 这不叫可分离变量 好 那么第二个形式 是不是一阶线性 是不是其次也不是 一阶线性也不是 贝努力方程也不是 注意 这个题目可小而知 如果颠倒一下怎么样 也没用 能理解这意思吗 这也就是我要强调的是 最后一种了 变量代换 接着这个题目 我们强调的是什么 那么变量代换 我怎么处理呢 我怎样来处理呢 我说的 希望你在一次到两次 最多三次内解决问题 我故意停顿一下 我们想想看 你可能会怎么处理 现在题目麻烦在哪里 所以围风崩承来讲 我再次说明 听得懂 看得懂 想不到 都叫难的 不能认为是容易的 因为我更希望大家是什么 是想一想 或者说做一点尝试 注意我先 我用两种方式来说明 比如这样的话 我两边乘以一的负外 我比如说两边乘以一的负外 是不是两边乘以一的负外 能不能理解这一次了 如果两边乘以一的负外 好 我们再加观察 我想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恰好为什么呢 是不是恰好为负的义负外的导数 是不是这意思 而这个导数的话 我如果这样一个形式 那么我相信你会做一个变量代换 叫什么呢 我就故意写成U U等于义的负外 那么整个的标准形 U一撇 移过去 移过来 这个移过来 减X分之2U等于负 负1对吧 能不能理解这一次了 一旦到了这里 它是什么形式 一接线性 能理解的意思吗 那么我这样做呢 我相信你是能看懂能听懂 我相信是绝对没问题的 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 可能我们同学有一个想法 你怎么知道去成了U的负外呢 是不是这意思了 所以我们强调题目形式是什么呢 你意思是不是 为什么会想到这个 那么我只能说 第一 不能轻易放弃 总要试试看 第二 我现在不用这方法 所以我下面不用这方法 而我们实际上是干什么呢 因为给我们的维分方程 我们只能这么说 我们要求解的维分方程 一定是能做的 那么另一个形式是什么呢 我也可以尝试 另一种方式 我故意写成V 我直接去写成E的Y 能理解这意思吗 因为在这里我们会发现 这个EY麻烦 对吧 是不是这样的形式 那么注意 黎如果等于EY 黎的一撇就是什么 EY乘Y撇 能不能理解这意思了 好 EY乘Y撇 EY造写 Y撇我是不是可以 把这个带进去啊 移过来 移过去啊 EY 减 是不是X文字啊 注意啊 这个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V啊 是不是这就是V啊 V 那么我们此时 你看到的是什么形式呢 我整理一下 黎一撇 加 X分之2 V 等于 V的平方 对吧 这个两个都是V啊 V的平方在这里 对吧 然后是这个乘这个 是不是减 减这个乘V啊 一过去 是不是加V啊 好 我希望大家看到这里的话 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方程 这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第四种 本路里方程的 能理解这意思吗 好 本路里方程按我强调 希望你记住的是什么 Lambda等于几了 现在Lambda等于几了 2 如果Lambda等于2 1-Lambda是几了 负1 好 谁就等于什么 V的负1 是不是V的负1啊 谁等于V的负1 标准化 所以我说 你掌握公式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意思 不需要每一次 从头来来把这个方法完全推倒 能不能理解这意思吗 因为这里乘一个几啊 负1啊 是不是理解那么大 所以是负的x分之2 谁 单于负1 能不能理解这意思吗 这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实际上就是什么 V是E的Y啊 是不是就是E的负1啊 我们刚才看到的一阶线性 C和USB回事了 能不能理解这意思了 这当然就叫一阶线性啊 一阶线性 所以我再一次 借着这个题目说明什么呢 这已经是我们比较难的内容了 比较难的内容 但是变量带换 我在这里这样强调 我这里当然是后面有的形式 变换一下 而到这里解为分方程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解的形式呢 我就马虎一点了 直接写出来了 一阶的通解公式 然后算一下 这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形式 所以一阶线为分方程到这里为止 就实际上是告一个段落了 再一次强调 和封里面呢 旗次方程 一阶线性 本能理方程 小指动动 颠倒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 最后 变量带换 而变量带换呢 我们说要求不是那么高 但是希望 不要放弃啊 因为你其他没有办法的 没有办法的啊 我们说给你解的题目 一定是应该会解的 应该会解的 再来你不能随便写一个 微分方程 我们完全可能是解不出的 所以我们在微分方程的时候 我们曾经做介绍 必须是我们所能够掌握的范围 好 那么这个呢 就叫做 一阶微分方程 那么下面呢 我们直接来介绍的是 第三阶 我们下面就直接来介绍第三阶了 所以一阶微分方程 我们就告一段落了 而我们下面介绍的是什么呢 第三阶叫做 可降阶的微分方程 可降阶 在这里重点 我们首先介绍二阶 那么二阶的一般形式 二阶的一般形式来讲 你可以看到 我们上面所描述的 按我们的概念定义 什么叫二阶微分方程呢 还有质变量XY 即Y一阶导数 Y二阶导数的方程 那么这样的方程 我们再次描述 这是理论上的 我们不会去做 不会做 那么我们主要讨论 主要讨论的是什么呢 是Y二阶导数能够明确表示出来的 而这个也不会 实际上 所以我们说 一阶微分方程中 我们只讲了四种类型 两种变化 而二阶微分方程 可降阶的形式 实际上只有三种类型 所以我这里也写七本类型 就是这种内容当中的部分形式 部分形式 那么第一种形式 第一个 而这里的第一个形式来讲 Y二阶导对FX呢 注意 这个太简单了 为什么是太简单了 根本不当 不把它看成为何方程 注意 我们上一次 一开始的引力之夜 最简单的 叫加速度 路程对时间的二阶导数是负的0.4 是不是就是这种类型 而我们当时怎么做的 一样的呢 结封两次 因为二阶导数等于它 毫无疑问 一阶导数就是什么 是不是这样的形式 那么我再结封一次是什么呢 Y就等于其呢 所以再结封一次 我们这样 注意 这个叫两次定结封 不是和我们以后要讲的 二重结封不一样的概念 因为它是抽象函数 没有办法具体表示出来 能不能理解这一次了 再结封一次 但是千万记住的一个特殊型 在哪里 再结封的话 CE是要结封的 能不能理解这一次了 CE的结封是多少 CEX叫什么 那么我在这里 故意把它解释 画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这个X的话 没有这个X的话 所以CE加CL还叫CL 能不能理解呢 我们以前介绍 二阶维峰方程 它的任意常数必须几个 两个 这就是两个 能不能理解这一次了 那么对于高阶来讲 理论上讲 我们在这里实际上不展开了 我想应该没有困难 如果是NJ等于它 那么这时候将怎么样 是不是就分N字 我在这里简单描述 YNJ导书等于FX的话 注意Y通节将是什么呢 当然这个应该都是括号形式 这里和这里 是不是个数来讲都是一样的 整个的积分形式有几个 这个DX是不是 都是N个 但是注意的一点 它的后面的内容应该是什么 因为我们在刚才的形式当中 我倒过来写也可以 最后一项应该 我故意写成C1也好 C0也好 能不能理解这一次了 写成C1也行 那么它前面一项是什么 CRX 是不是这样的形式 再往上呢 注意啊 理论上讲 应该这个C1X的结分是什么 二分之C1X平方 注意二分之C1还是C1 能不能理解这一次了 所以如果这样写 那么一直到CNX是什么 C1 是不是C1啊 能不能理解这一次了 那就是这样的话呢 任意常数的个数是N个 那么我们这样的例子没有必要了 但是我们举一个基本 例子我就不举了 不举例子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介绍的是第二种类型 第二种类型是什么呢 我们下面描述的是 我用文字语言来描述 第二种 Y两撇等于FX Y一撇 用文字语言来描述叫什么呢 不含有Y 能理解这一次吗 这种类型的基本结构是不含有Y 既然是不含有Y 我们如果我们以掌握 这个内容当然是掌握方法为主 我们令 在这个直接上面描述了 令Y一撇等于P 此时Y两撇就等于加 是不是就P一撇 P一撇的话呢 这个维风方程 Y一撇等于P 那么Y两撇等于P一撇的话 P一撇等于FXP 这个就叫什么 一接维风方程 所谓可降阶就可以降到这样的形式 但是这个维风方程能不能解呢 理论上讲 一定要符合我们前面讲的 一二三四五再来一个 能理解这一次吗 所以我们休息会待会再讲